嗨大家好,我是比利王 是什么东西能够碾压售价千万的崭新纪念龙居 就连绝版的四连Ibuy Power咆哮在它面前都不够看的 是的,就是那把传闻中的StatTrack AK47外壳硬化 全新出厂661SKAR模板 这把过去只在谣言中听说过存在的物品 如今就在2024年1月15号的这一天 这把枪出现在了最大交易平台BUFF的资料库中 究竟是谁拥有这把枪? 它是怎么取得的?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注册上BUFF呢? 还有最最重要的这把枪到底价值多少 这一切都可能因为这把枪的诞生而逐渐揭晓 今天就来让我跟各位聊一聊 这一则轰动全CS教育社群的消息吧 本部影片感谢Skin Club赞助播出 若你已经厌倦地从CS GO官方箱子 都开出蓝天白月的造型的话 不妨可以点击像方描述中的连结 有着奇葩额外的bonus一起进入到Skin Club 并尝试一下有着多种不同组合的游玩方式 你可以挑选您感兴趣的箱子 并且你也能将开到却不想要的造型去做升级 也能够邀请好友一起开箱对战游玩 甚至全拿 对于引到的造型点击领取后 若机器人物品箱中有对应的造型的话 马上就能够领取 请务必斟酌自行财务状况切勿上头 广告结束正片即将开始 我们在过去可以看到有数不清的玩家 实况主YouTuber们尝试着花着重金开箱 或者是搜集这把枪的素材 并调配磨损压在了全新出厂的区间 花费了成千上万的美金 只为了练出这把从未存在过的梦幻的AK47 但真正十年过去了 在过去CSGO时期 这把枪没有被半个人开箱到 也没有被任何人合成过 纵然AK47外壳音画是这个游戏最古老的代表 是个收录在2013年就释出的CSGO的第一个箱子内 却始终没有这把枪证实存在过的消息 先简单聊一下 为什么这把枪这么的值钱 这把枪也如同其他外壳音画饰品一样 不同的模板也有着不同的外观 而其中公认的《翠火之王》的模板 便是这集的主角661号 又称Scar Patton 在2号贴纸位的疤痕是它最具标志性的外观 并且恰好可以用一张全新14Titan贴纸刚好覆盖住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在这把枪上 搭配着这个一张要价50万人民币的 全CS最贵的贴纸 而在661模板上有着枪顶最完美的蓝度覆盖 光是一把普通的轻微磨损的售价 就是高达45万人民币呢 先前我有做过一部影片 来记录一下我认知中的CSGO最贵的几把造型 而其中排名第二名的就是这把AK47外壳音画 当时的那把枪是Statrek轻微磨损661模板 上面贴着4张的全新14Titan 最终的售价是跟着一把模板387重度磨损的爪刀 一并以50万欧元出售给一位中国的收藏家 而这把刚出炉的全新出厂 并且是唯一存在的这把墙 售价可想而知必定是天价 而实况主OnlyPixel第一时间就预估出 其价格是把百万美元等级的AK47 甚至目前也有传闻有收藏家 开除超过5000万台币的出价 真的是可比你一栋豪宅的虚拟宝物呢 而你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这游戏过了十多年 至今才出现的第一把Statrek661 全新出厂的外壳音画呢 我们来到比例数学小教室 试算一下这个几率为多少 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得这个武器 若以开箱方式来看的话 首先要只能开CSGO武器箱才有几率获得 并且通过V社在中国公布的 开箱中奖几率公告中得知 有3.197%的几率可以开到保密等级的物品 而在这一个箱子中 若开到这保密粉色等级的枪支 会有1.2的几率会开到AK47外可硬化 并且还要开到全新出厂的磨损 所以是在0到1的磨损区间中 要开到磨损是在0到0.07之内 这样的几率视为7% 并且还要带有杀人技术器 这样又是十分之一的几率 最终还要在0到999模板之中 开到661模板 全部箱程起来代表透过开箱 要开到这把梦幻AK的几率是 由ChatGBT协助我计算后 要开将近900万个箱子 才有可能会开到一把 更遑论现在这一个CS武器箱 就要价2800台币 这一算下去 平均要花整整25亿多的台币 才有可能会开到这把传说AK 所以想靠着开箱致富的朋友 还得再好好思考一下 这边就先替大家以身试法一下 一个不小心3000块就丢水沟了 另外简单算一下 若以炼金的方式 合成661的几率有多少 我们先以最便宜且期望值最高的 3打7的方式 用7把CZ配上了3把濁水M4A1 这一炉的成本大概是434美金 这样大概会有15%的几率 获得全新出厂StatTrack的外壳硬化AK47 是不是就比前面的开箱几率 还高上许多了呢 后续只需要在0到1000的模板之中 开到661模板 这样是1,001分之1的几率 全部相乘 约累可以得到0.015%的几率 平均大概要合成6600多次 才有机会获得这把AK 这造价依旧不菲 这一算可是要高达9000多万台币啊 所以这把枪的价格才会如此之高 想想也算是合理些了 而目前我已经听说过 这把枪的几十种版本的故事 有人说这把枪早在2016年 就已经被玩家用机器人 从Steam市集上扫货扫下来 就收藏至此 都从没见识过 也有人说这把枪早就已经被一位 拥有世界第一387爪刀萃货的亲王 以高价收购 太多的传闻搞得我现在都不晓得 这把金氏骇俗的AK 到底是在哪一位收藏家的物品库中躺着 而从另外一位著名的收藏家 猫蛋子的留言中可以得知 这个物品其实已经出事一段时间了 只是这个人非常小心地收藏着 物品库从来不公开 所以各个像是CS Flows等资料库中 才没有这把枪的记录 而在我写文案的同时 这把AK的主人 居然在推特上公开现身了 一个ID为ICBX11 并取名非常直接 叫做661全新出厂技术期的拥有者 直接在推特上公开招标 并且有颇具供给力的玩家做担保 这个人是确实存在且为真的 在BUFF上也可以看到这把枪 也改名为ICBX11X The Count 而各位最关注的价格呢 目前已经有人报价100万美金 并且卖家也直接开出了 直购价格200万美金 所以这应该是CS史上 最高额的一场竞标会了 相信我深藏不漏的观众们 铁定魔拳擦掌 准备出手了吧 记得不要落手之后 别忘了让我采访一下 最后我自己呢 也是进到游戏中 体质把AK搭配上了 几种不同的贴纸 不晓得最后这把枪的拥有人 会打算将这把枪 贴上哪一种 匹配他的身价的贴纸呢 那我们就再期待一下 有后续消息 我会再跟大家更新的 那我是比利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